這個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其實我們在很久以前 已經早就講了 這種情勢再繼續下去的話 那個就是大泡沫 大泡沫現在其實是面臨 其實早就有破了 破了這個政府又把它去補起來 那越補呢 動越大 對 動越大 其實講到這個東西 我常常是回到 1930年代的那種經濟大廣泡 這個情況通通一樣 那個時候為什麼有這樣的 經濟大廣泡的出現呢 因為在1927年之前 那個經濟非常蓬勃 也是緩融的 對 非常緩融 所謂的緩融那個不是真的緩融 那個現在人家講的叫做假性緩融 什麼叫假性緩融 就是金融面 而不是實質面 那經濟最後還是要回到這個實質面 然後其實我為什麼常常喜歡用這個 奧古學派的他們的這種講法 尤其是海克 海克他在1927年 已經預測到了說到1929年 一定會崩下來了 可是沒有人相信 其實真正的經濟學家 對一些的情勢 其實早就都判 都已經都有預測到了 但是人民都不相信 這個事情出現了以後 然後在那邊鋪天喊地 對 鋪天喊地 那個已經都來不及了 對 應該要先預防 事情出現的時候 你就要去付出代價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套用他的這個說法 就是說那個貨幣非常多 然後這個價格一直往上升 那業者以為這個生意非常好 所以就開始拼命生產 拼命生產的時候 就雇用生產要素 那有些生產要素原來不應該到市場上來 他也到市場上來 那他生產了以後 發現 生產出來 發現這個市場上 他是沒有需求 對 現在中國發現他有20個產業是產能極端過剩 沒有錯 這個其實是非常簡單的這樣 他誤判 對 誤判情勢 所以你沒有人要 現在是沒有需求 所以這個簡單的講叫做過剩的供給 對 那過剩供給呢 另一個方面也說需求不足 所以在1930年代那時候開始 就是總體經濟就出現 對 總體經濟是誰呢 就是這個凱恩斯 所以凱恩斯呢 他就提出這個政策 因為他是用什麼 你需求不足 市場上沒有需求 沒有需求 所以他就來創造需求 誰來創造 就是政府來創造需求 對 他用什麼樣的那種方式 他好像用這個財政政策 或是用公共建設 主持類的這種東西 可是你不管是用公共建設 或是財政政策 其實到最終極 你還是要印鈔票 因為鈔票是表示這樣需求 而這個需求那個是由政府來做的 但是政府來做了這兩種東西 短期 好像是有那個需求來了 然後呢 就是會把整個經濟 它原來是往下跌 現在好像就往下 往上拉 對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一個重點是說 你太 那個是假性環溶以後 你這個車泡沫破掉呢 泡沫破掉你 有一些東西 你生產的東西非常嚴重的是什麼東西 這是沒有人要的 常常講說 那個比垃圾還不如 你比垃圾還不如 你這個有沒有價格呢 當然沒有價格 不但是沒有價格 這個價格變成負的 就是說 你送人家人家也不要 你要請人家來把它清理掉 所以這個價格要降到負的 可是1930年代 那個價格是降到趨近0的時候 然後大家說 這個市場 這個失靈 這個價格失靈沒有辦法去反應 其實不對 應該讓它降降降降降到極致的時候 其實不可能說所有的這種價格都降到0 尤其是房地產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也知道 那時候這個房地產 它有些是漸到海邊 漸到山上 那個是沒有人要 所以一樣的 要把它清除掉了 那不管如何 你要讓這個價格往下掉 掉到極致的時候 其實人民 有些人他口袋是有錢的 讓他平常的儲蓄的 這個時候他可以進場來了 所以 可是這個政府來的時候 他不讓那個價格一直往下降 所以他用來的就是 這個就是 然後那個時候不是用QE 而到這個 這個20世紀末的時候 才開始使用這個QE 可是你不管是QE還是 這個政府用各種方式 然後去 最後都是印鈔票 所以都是把錢那個放出來 把錢放出來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他就是讓那個泡沫 他不會往下掉 所以有一個吊詭的這種事情 這個通貨膨脹大家非常的擔心 因為通貨膨脹 我們的怎樣的價值 然後就 錢的價值就往下跌 通貨緊縮應該是好的 因為你有錢的時候 你能夠買更多的這個東西 可是通貨緊縮 就是所有價格都下跌的時候 大家說 他比通貨膨脹更可怕 更可怕 對 這個是非常矛盾的這種事情 所以 就不讓他出現 對 不讓他出現的時候 就是政府又來了 然後又 最後打印鈔票 所以 實際上這個泡沫 他一直都沒有破 但是呢 你能夠使他一直下去嗎 總有一天呢 他會破 那這個破的時候 其實這個就是大的事件就來了 那大家接受調整 對 這個2008年 這個怎樣的事情 其實是1997 那個時候也是嘛 2000年也有嘛 其實這些的這個金融風暴 這個時間越來越短 越來越短 然後現在呢 其實已經又到某一個時期 這要我看 那已經到最後的最後了 你沒有 如果你真的是得不到教訓 然後讓他呢 破了徹底 然後重新來 對 對 世界經濟還有救 所以你們這個 經濟學派 你這一派其實都主張 任何經濟災難 政府都不應該遵守 只能救 其實我不喜歡用這個學派 這個東西來講 然後當然 我就回到 人的身上 其實讓病症更加沉重 對 現在是稀毒 這個你很難解了 是 好 我想先談到這裡 等會來 我們這個 胡佳龍剛剛到了 香港去參加 摩根史丹利的論壇 我想這個論壇裡面 你第一手的 因為你參加了 你回來 先幫我們把這個 摩根史丹利的論壇 這裡面的結論 跟我們觀眾先分享一下 謝謝社長 香港的這個論壇呢 是全球投資論壇 對 它的一個核心的概念 2016年的 就是全球避險意識上升 或者風險偏好下降 對 那緩應在 那個油價 緩應在匯率 緩應在對經濟的前景 這個悲觀的心理在上升 然後所以緩應到投資策略 從科技股 防禦性股票 到房地產等等 在做這樣的一個思考跟搜尋 它基本上的結構是這樣子 那核心的一個元素呢 就是人民幣到底跌到什麼時候 那另外剛才提到的這個問題 比如說這個貨幣政策要退場 要找一個下台階 那為什麼現在做不起來 或者說有點困難 這個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 並沒有真的讓大量的信用 或者以及貨幣流入實體經濟 對 而且還反過來 因為之前在寬鬆的時候呢 是誰會去見呢 比如說頁岩油的那個 有創新的這個生產部門 他敢去借錢 銀行也敢去換款給他們 可是這些部門呢 其實是在 是在讓貨幣寬鬆變成擴充產能 擴充產能到最後就發現 需求跟不上來 就變成過剩產能 所以變成說貨幣越寬鬆 過剩產能的問題越嚴重 對 物價就反而越跌 這個矛盾在傳統經濟學裡面 是看不到 因為傳統經濟學講的貨幣寬鬆 是進入需求面 不是進入生產面 現在的貨幣寬鬆都在搞 就是搞那個產能的擴充 對 產能的擴充 結果到最後你就發現 實體經濟發現 有很多的部門 那些借得到錢的部門 幾乎都全部產能過剩 尤其是原物料部分 因為大家想說 將來總是需要的到 所以敢去借錢的人 就是譬如說 類似原物料這個部門 去開發去賺 去賺 賺 石油 或者那個 業營油這樣子 所以 這個挑戰傳統理論 就是貨幣越寬鬆 你這一次其實 摩根史丹利有幾個重要的 比方說我們怎麼看油價 怎麼看人民幣 我想這一次應該有答案吧 油價的部分 其實 各個投資銀行都在喊 像 市長剛剛講到 有20美元有10美元 那人民幣的話呢 其中有一位 專門做中國分析的 一位女士 她一度喊到 她說她可以看到7.5 就是1美元換7.5 我之前聽到一個朋友 去年暑假就跟我講 7.8 我後來想說7.8可能太 怎麼換籌都講7.8 那是因為很簡單 那是6.0這個整數關卡 扁3乘 6.0乘1.3就7.8 但是其實是這樣 是8.0打一個小折扣 對 所以是其實是要講8.0 不是說 講成7.8 我自己覺得可能 一下子還不會衝那麼猛 所以有可能過7以後 到7.0 7.2這個範圍 那 人民幣的問題 有一個大問題就是 這裡出現一個 中央銀行 中國人民銀行 中央銀行 跟市場之間的一個博弈 對 這個很新的一個話題 我現在解釋 就是中央銀行不曉得市場 預期心理在什麼匯率價位會穩住 市場不曉得中央銀行在什麼價位會設防守底線 所以中央銀行跟市場之間在互相猜測對方的底 在摸底 這種情況會使得整個匯率的下跌到最後會出現超跌 就是跌過頭 跌過頭之後 中跌 然後開始軋空以後 強力反彈空頭回補 然後就變成軋空 所以如果不中跌以後 出現強力反彈的話 大家不曉得底不出來 所以變成說 緩慢貶值 我把它稱為漸進主義 gradualism 漸進主義的貶值 到最後絕對貶過頭 對 貶過頭之後大家才發現 糟糕糟糟糕貶過頭了 那個換空的開始回補了 然後造勢商開始洗盤了 那個時候強力反彈以後 大家才明白 哦 這個原來已經 這個到了底部出來這樣子 所以現在呢 因為沒有這個重跌以後的強力反彈 人民幣還沒有出現這個重跌以後的強力反彈 現在 真的叫做看不到底部 現在就是 大家還言之過早 現在看不到底部 這個現在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 我來請一下吳老師來解讀一下 現在台灣跟中國的經濟連得這麼近 那我們到底未來怎麼辦 稍微回來 這個我們好好沙盤推演一下 兩岸經濟黨的下一步 應該怎麼來走 稍微回來